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推荐主要分成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工具 第二个是新闻类的 第三个就是万恶的采购类的 马上来看第一个 工具来说的话 模组合成器玩家一定会知道 一定会使用的网站 就是他Module Grid 网站也非常简单 www.modulegrid.net 那Module Grid呢 其实上面应有尽有 除了有新闻啊 然后有这个论坛啊 还有一些 大家在用的 评价最高的模组啊 或者是流行的模组啊 这些如果你跟我一样 背骨的话 流行模组都不喜欢用的话 你可以直接看这边 这些东西都不要买 好 那下面还有一些 大家的这个系统分享 这边都叫 他的系统都叫Rack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那里面也会有一些名人 我们叫Richard Define 可以看一下Richard Define 现在到底用什么东西 很酷 那还有这个 我在看的这个YouTube教学 Rickle Hunt的module 所以是一个蛮 大家蛮乐于分享 蛮可以得到很多知识的一个空间 那除了这之外呢 你还可以看到 现在有的一些模组的讯息 比方说我想要找 哪一个牌子啊 A4MS的啊 的什么功能啊 Delay啊 然后它就会显示在这边 然后点进去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大小 宽度深度 然后使用的吃的店 价钱 这样 然后还有这个官网 一些说明 还有影片 全部都整理在这边了 甚至还有eBay 很棒 那在这个搜寻的页面啊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一些资讯 或是HP什么的 这个蛮方便的网站 然后呢 另外呢 你也可以 登入自己的账号 然后去架构一个自己的系统 这边是我的 有的系统 比方说 我来看看 Minimog 这是做一个想要模拟 minimog的设计的 的rack 然后或者是这个 Life could be easy啊 一边想要带很多东西 然后一边缩减的时候会使用的一个界面 然后 然后或者是 没有说 Acoustic Guitar Project 这是给吉他 专用的 处理吉他音符以后 做效果sequencer的 一个系统 那 所有的这些系统啊 你都可以在下面看到 吃多少电 深度多少 要花多少钱 另外还有一个 Data表 吉列下来 这样子 那 这个网站基本上是免费的 如果你付费的话呢 你就可以有更多 存更多的系统 然后呢 我觉得最 最好的功能就是 你可以开启这个 My Module My Module功能 所以比方说我今天想要开一个 新的系统好了 New Rack 你可以在这边打名字啊 然后 选择你要几 几个牌 几牌 宽度多少 然后选择箱子的外形 然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架构自己的模组 你可以在My Module这边 看到我存了有 112个我拥有的模组 比方说我现在想要先从一个 Osslator开始 所以我就从Function这边 找到 Osslator 这边 可以看到我拥有的Osslator 我就可以按加 放进来 然后就可以排列啊 可以反转啊 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啊 之类的 就非常的方便 就可以在这边架构一个 自己的系统 然后还可以 就是从自己有的东西里面找 那当然 如果你不想付费的话 你还是可以架构自己的系统啊 只是没有这个My Module系列 你可以在 一样可以在这边 就是Search 像你想要 特定的功能 可以在这里面找得到 所以这个是 玩Eurorack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 大家一定要知道的网页 那再来我要如何知道 有哪些Osslator的 有哪些新的模组呢 就要看一些新闻啦 个人推荐的新闻网站是这个 Sins Anatomy 那 它并不是只有模组合成器 只是它会标的很明 Eurorack的新闻 这样子 那 排版比较 比较 体面啊 就是比较好看啊 还有一些 泄露的情报啊 review啊 这些东西 你可以直接在 News Hopware这边找到 Eurorack Drum Machine 分类也分类的很好 可以看到一些新的新闻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每天都会读的 网站 有什么东西新出啦 什么的 那 除了这个呢 这个是比较体面的 看起来比较好看的 排版的 那另外一个 这是Synstopia 这个也是一样 不是只有 Eurorack 而已 那 就是 有教学啊 有demo啊 有新闻啊 有plugin啊 什么都有 内容当然会跟这个 Synstopia 有点重复啦 不过 这边的资讯比较快 不过其实两个没有差几个小时 所以两边你都可以看看 那Synstopia的 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下面通常会有一些 一些心得 就是大家比较会留言 在Synstopia这边 比较会有人留言 所以 像比方说你可能喜欢 看人 骂Berrynjer跟我一样 有Berrynjer出了什么东西 就想要骂他的话 就可以 或者是book class出了什么东西 就会有人嫌跪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 这个网站下面 就可以看到比较多的留言 算是比较有参与感 留言好多 好多 就比较有得读啦 好 所以这两个呢 是新闻类的 那购买 恐怖的购买类的话呢 这个 先说我都没有在推根 只是在推荐大家 比较好买得到东西的地方 第一个当然就是台湾的店家 Digilog 那 Digilog身为 这个台湾唯一一个 模组合成器的专卖店 或者合成器专卖店 当然 解决你要买模就只能去找他了啦 只是 因为是小店 所以 里面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建议去店面去看有什么自己需要的现货 他的叫货会比较不稳定 所以没有很推荐 就是如果你看他没有现货 没有库存的话 我就不推荐在Digilog买 对 Digilog的优势就是 定价蛮便宜的 然后在台湾不用运费 这样子 然后如果有现货的话 可以比较快拿到 也算是一些好处 那我自己个人的话 一些非常非常难买的东西 我会请Digilog保险 像是我的Book Club 就全部都是 拜托Digilog保险的这样子 所以 算是 蛮偏差的啦 就很 很偏的东西 或者是很容易买得到的东西 推荐在Digilog买 那再来呢 第二名 以台湾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就是Clockface Clockface他有 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 他如果在海 如果你在海外 像我们在台湾 跟日本买的话 Clockface是一个 东京的店家 他基本上是免税的 就是你看到这个价钱啊 他都会用 不用税的价钱算给你 这个大概是我知道的 我不知道其他的啦 我知道的唯一一个 会用免税价算给你的网站 那当然进台湾 还是会被课税 可是就不会像 其他网站 他用 含税价卖给你 然后进台湾 还被课一些税 所以这个非常的好 第一个 就是他用免税价 再来呢 就是 他的 超过三万日币 的国际运费 就会免运费 超过三万日币 在模组合成器里面 非常非常的容易 随便买两个模组 就肯定超过三万日币了 所以 几乎都是可以免运费 所以又可以免税 又可以免 国际运费 这非常的 优秀 所以虽然他们的 定价会高一点 在日本买模组 其实定价是偏高的 那可是 呃 退税啊 免税啊 加上这个免运费 这两件事情 让他 非常的有竞争力 而且送货 非常的快 你在早上 上午几点以前 下标的话 他就会在当天的 下午三点左右出货 最快 我有试过 可以在三天以内 就拿到货 那通常都会在 五到十天以内 就可以拿到 非常非常的 快速 然后 里面的这个 货也蛮齐全的 然后网站也算是 亲切 所以非常推荐 这个Clockface 那不会日文的话呢 他有英文 虽然那个翻译怪怪的 他也有中文 那个翻译怪怪的 不过 勉强都还是可以读得了 那再来呢 如果Clockface 真的没有货 因为他的品牌 其实相对来说 还是偏少 我通常会用 这个Perfect Circuit 这个网站 Perfect Circuit 大概就是最齐全的 如果你去eBay找 产品 很多时候也会连到 Perfect Circuit 的产品 那价钱来说 没有到很贵 或很便宜 就是蛮中间的 会比Clockface 跟Digital 贵一点点 不过 因为他 在美国的关系 好 那 Perfect Circuit的买法呢 比较推荐 就是他蛮常会特价 特价通常就是 九折 大概就是 差不多可以把运费省掉 那再来 我平常会盯的呢 就是这个Demo Deals 特价品 像你可以去 直接点这个Modular 你就可以看一下 现在有哪些东西特价 这样子 他通常会把新的特价 放在上面 更新的东西 放在上面 所以你其实只要看 第一页就好了 那特价都会特价的 蛮多的 所以比方说像这个 这个像是B Stock 已经卖掉了 那就便宜了 快要60块美金 快要2000块 非常1500块 特价都特价的 蛮多的啦 大概都是九折 所以我会建议 等他的特价的时候 去买他 或者是去盯他的Demo 或者是B Stock 是一个蛮好的 做法 那平常可以 找资料的话 我也通常都会在这边逛 因为他的 产品很齐全 然后影片啊什么的 也都拍得很好 他自己会帮产品拍影片 所以也是一个蛮好的 网站 好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 Modular Things 玩Modular Things 必备的网站 六选 分别是资讯类的Modular Grid 然后新闻类的Synce Anatomy 然后Synce Topia 还有购物类的 台湾的Digilog 日本的Clockface 跟美国的Profit Circuit 这个是我平常有在用的网站 当然你可能会用抽门啊 之类的 其他的网站 顺手就好 对 日本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网站 像5G啊 像涉谷的Edge Go 之类的 大家都可以去多逛逛 那这些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 每日模组合成器的聊天 我们明天见 拜拜